所以一轩给了自己9分 然后不是今天的最低分 因为这一题的最低分 目前是李中龄所给出来的5分 我不知道是谁的 李中龄 你知道你这5分给的对象是谁吗 不知道 你不在乎别人收到你这5分会不高兴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答案有点敷衍 先问好吧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方法 因为我们只能从这短短的字意中 就推敲出他的心境 就是先问好 我觉得可以给高分一点 但是他是先问好 点点点 吧 我就觉得他好像不太确 东龄你完蛋了啦 你给的分数是责任的 是吗 我猜就是我 但是没想到我这么低啊 责任 我刚开始觉得你的答案还不错 对 问好很大方啊 因为我可能会先 以尊重别人为主题 就先试探着一下 就是看一下他对我的这个第一反应 是抵触啊 还是说就是比较OK那种 嗯 所以就呃 先就是比较 没有那么强硬的打招呼吧 就是这个意思 好然后呢 不少人都得到了10分 其实以20分来讲就只得到一半而已 连及格都没有 所以大家下手比我想的很 很多哈 好这一位呢 回答说会主动找他加微信 跟他一起唱歌的是谁 张耀啊 张耀是得到了丁泽仁给的10分 这一招就还蛮正常的嘛 主动跟他加微信跟人一起唱歌 我以为给的很低了 没想到还要更低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大家 张耀你做过这件事吗 我做过 如果我真的很喜欢他的话 我会比较主力 你有办法第一次就加微信吗 呃 就说想和你交个朋友 可以加一下微信吗 所以微信加完 一定要邀唱歌就对了 对 就是想跟他认识嘛 想和他继续交朋友 哎也可以看电影对不对 或者是吃个饭啊 对对对对 正常的流程就可以了 还是要把他留在身边就是了 对 然后来到了最高分哈 最高分是由谷家臣得到的 然后是谁帮他打的呢 张耀你签名要签那个 不要给我明星式的签名 哈哈哈 不是粉丝 我不要再给你要签名 你不要写这种鬼话符的 新签名给我啊 啊不过他很大方的 给了谷家臣18分 哇 谷家臣说直接要联系方式喝一杯 哦 干脆 嗯 因为他也是最快做完答案的 就是他 所以家臣常用这招是吧 对我如果要要微信什么的 我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也不管谁的朋友 或者是干嘛 你不会先调查 不会不会默默注释 不会直接杀过去 就说我要你的微信 可以交个朋友 啊 荒荒万物 少年陪伴 每周二代优酷不见不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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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